那賴副總統他在擔任 其實這三位總統候選人都 現任或曾經擔任過市長 那這三位曾經擔任過市長的表現 也都是各有各的評價 但是賴副總統曾經擔任過台南市長期間 是這個滿意度相對於 其他這兩組候選人是更高的 所以除了我覺得更完整的歷練之外 也是過去的成績 也一致獲得人民的肯定 蕭美琴昨天到政大說 我們不完美但是我們是最好的 蕭美琴胡說八道也嚴厲的譴責 他說三個總統候選人都擔任過市長 然後賴清德在台南市長的評價跟滿意度 相對其他會員更高 蕭美琴你是在美國混太久了是不是 賴清德台南 那一陣賴清德向黨員報告的時候 賴清德他嗆 市長站起來市長站起來 他當眾的羞辱黃偉哲 大家都站起來鞠躬啊為什麼要鞠躬 台南沒有黑金為什麼要鞠躬呢 對不對 結果呢鞠躬完沒幾天呢 黃偉哲就跟邱莉莉他們跑去仙台玩 仙台是在日本是不是 沒去過就跑去玩 仙台在東北 在東北 抱歉 日本東北 我們就爽了沒去過 你看賴清德你嗆黃偉哲 黃偉哲就出去玩了 上個月的事情 我相信觀眾朋友沒有忘 台南的年輕人問賴清德說 為什麼台南黑金這麼多 賴清德說什麼 賴清德說你去了解黃偉哲是哪個政治團體 你去了解郭在清是哪個政治團體 他們是什麼政治團體 都是新潮流啊 小美琴你好意思講喔 你好意思說賴清德在台南做得很好 賴清德在台南做得很好 為什麼台南登戈的死那麼多人 為什麼盧渣是埋在台南 埋的時候台南市長是誰 是黃偉哲嗎不是啊 郭在清在買盧渣的時候 台南市長叫做賴清德啦 你嘛好的 還是什麼賴清德市長做得很好 我跟你講 這三個市長比比做得最好的是誰 我們憑良講做得最好是侯友宜啦 我們這幾年的執政 當然我是講We are the best 但是我後來也有再補了一句說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the best 也就是說我們永遠都有在進步的空間 我覺得今年累月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執政的成績 確實比較比起過去 我們的這八年跟前面的八年相較 確實這個成績是更為亮眼的 賴清德我們的總統候選人也提到 維持現狀已經成為國際的最大公約數 已經開捕了 Covina 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已经都被民众给吃下了肚骂 桃圆鸡茶抓包 这业者进口大量美国冷冻猪肉混杂少数加拿大猪肉后 做成火锅肉片 产地却写成了加拿大猪 20万公斤的美猪组合肉流入市面 卖给80到90家小厚厂商 进了餐厅 火锅店 卤味摊 当时采取茶还找不到存货 恐怕都已经被消费者给吃下肚 另一家业者怕标美猪没人敢买 竟然直接把5万公斤的美猪改标成加拿大货英国猪 政府采购高端500万剂高达三分之一 被销毁丢弃 生计部调查更证实 高端采购根本没依法做价格分析和数据 部分采购文件保密期30年以上 要到140年以后才揭秘 甚至高端四次交货预期30天 食用署却为预约罚价款的2% 只罚美日违约金被质疑 指挥中心根本护航高端 日本不认高端 民众打高端赴日本 需要自费PCR 陈时中对此不要大歉意 但道歉对民众有什么意义 10月进入冬季前 卫福部都会呼吁民众去打流感疫苗 但今年的疫苗可能多了这个选择 高端说他已经取得我们食药署的许可 四架流感疫苗 而且要抢进我们15亿元的公费 流感疫苗市场 你觉得他是成功的 高端是一个成功的疫苗 最近为了我们冲英文总统 他的普通学位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啊所以呢 普通论文 啊你来建设公开就好了 公布就好了 阿兵也都会来乒乓呢 我要请我们全体的党公职 团结一致 相信自己的同志 支持 之间捍卫自己的清房 你如果看到市面上用我的肖像学 用我的影片再卖这个药 那就是诈骗计划 现在诈骗计划 诈骗要怎么办不好 你出国在黑白公社会 那人为大家时间 而且你到处藏钱 你那个什么民主计划里面也有藏 一千多万的 每个计划都有藏出国 都比今年增加一倍 一倍以上 至少增加五十几发 因为一个简单的水电诈骗 简讯你都没法处理 民生问题也不解决 出国去玩 这么小 原来现在民进党有算机会很难 你手要不稍微做一点事情 营严位那么大吗 一年太多钱 他千万出国的钱不够用 你要怕死人 一个月两百万 两百多万出国费用不够用 交流十二次 你这变笑 这是什么政府啦 啊 早上高点十五天到进 电压不来 我这蜡烛快要 他的生命快要燃烧完毕 我待会摸黑了 转到匠 几点啊 太暗看不几点 差不多了啦 民进党政府 停电整个人 民众气得破口大骂 还有这对夫妻 带头灯洗碗满脸无奈 只是没想到清晨两点剩下的 两条溃线也都恢复了 这场噩梦却还没完 有湖内居民隔天打开 水龙头惊呆了 居然没水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得知说 目前的状况到底是怎样 让我们去做后续的准备 就是以电力来说 其实等于是被遗忘的 我们这民众 真的 很不幸的啦 之前就一直去啊 拼几半 用天天的天天 没电还能手电筒照明 但遇到没水最苦 网友留言哀嚎 先停电完了再来停水 是在玩哪招 高雄人真是一个惨啊 昨天停电 今天停水 那请问明天要停什么 吃东西都快点到啦 再来料门了 吃东西都不知道啊 冰箱啊 冰箱没有爹 里面是谁都坏掉了 无预警停电做生意的 惨是一天营业额 高雄部分区域隔天又临时通知 要停水 连两天双重打击 让小老百姓 对这个政府的信心已经大打折扣 医政部长林又昌说 年轻人买不起房是没规划 你认为青年买不买得起房 一般来讲 就要看买在哪里 我们嘉义大概都买得起 欢迎大家来嘉义 所以你就是叫这个青年朋友 即便在 大家听到次长的意见是 青年朋友即便是在台北市的 那也欢迎大家到嘉义去买房 那首先居住正义的部分 我觉得我的选区面临的状况 就不太一样了 其实我们并没有 因为我们那边乡镇很多 所以反而房价其实很低 那并没有买不起房的问题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我也是到50多岁才把贷款付完 谢谢 中共官媒秀出军机 在台湾周边上空的演讯画面 共军围台恫吓第一天 出动上百架各式战机 还有十多艘驱逐舰 护卫舰 并声称这次演习 是跨战区配合参与 你看过去台湾一带强调 所谓的海峡中线 我们说从来没有 所谓的海峡中线 我必须承认 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决定 但是身为总统 身为三军统帅 捍卫国家安全 确保国家利益 让台湾永续生存 是我作为总统 无可回避的责任 走后 张开记者会拍板宣布 兵役延长一年 对象是94年次在内之后 出生的一男 2024年起实施 民进党执政的不断的破坏 两岸关系 否认九二共识 抗中保台 最后的下场什么 那就是大家都要当兵 最后呢 大家都要上战场 最后呢 大家死光光 就民进党跑光光 明年底 中央政府一年以上的 公共债务未长余额 达到6兆1337亿新台币 占前三年度GDP平均值 是32.6% 来到将近五年来的新高 说这一点 一般民众肯定无感 认为关我何事 但是提一个数据 就肯定有感 6兆多的政府负债 代表人均负债 将会达到史上新高 每个小孩刚出生 就要背上将近 26万元的债务 大概是30年前的20倍 那影响所及呢 未来各种社会福利支出 以及劳保健保 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政府财政恶化 是全民都得承担的 可是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大家不要惊慌 为什么 刚刚好 赖清德就是一个 有准备的人 你知道有准备的人 是什么意思 我们赢定了啦 各位 可是我们大概赢定了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